繼續來看 既六十二月蒐八時喇叭節 中華政府也在這裡之前 收到郵公山 郭三世 準備的喇叭祖 說要跟辦公民眾一起完工來結園 希望借由今晚沒的 讓鄉親感受到 暖暖和極上平安 郭公山 郭三世 送來訪好一晚一晚的喇叭祖 郭三世的主持 又帶來新婚代書的伯報 送給館長王妃美 同歸分享到 喇叭祖 獲館副委員跟民眾 感受到福德生得力 帶給大家歡喜和平安結胜 更祝由大師的勃報 帶給大家世界和平的力量 我們用這一碗祖來紀念佛陀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這一碗祖 能夠帶給所有的獻服的上上下下的同仁們 都能夠吃到這一碗喇叭祖 也能夠感受到 釋迦牟尼佛的慈悲跟智慧 當然我們也希望在2024年的開春 也希望這一碗祖溫暖了所有的大家的心 那在這一期 其實我們這一個禮拜來 我們在彰化縣的各地 我們都在獅州 那如果說都還沒有吃到的人 最後1月18號可以到佛光山 福山市 還有平安州可以來共眾 館長王輝比表示 感謝佛光山 福山市 每年都會帶來喇叭祖跟民眾分享 也帶來就好 來年一定更加的平安快樂 那在這邊還是再次的謝謝我們佛光山 長期以來 對於我們教育文化 還有我們的醫療慈善 各種立身的一個付出 那集結的除了法師不斷的開導我們之外 那還有非常多的我們的師兄師姐 那這個一不斷的把我們的心雲法師的這個 這個讓佛法能夠普及眾生 那讓他生活化的這樣的概念 不斷的發揚 福山市的師父共調 喇叭祖在準備是財家主的過程 是將軍來典現到將近 融合、歡喜和公共生園典意義 平常對的不只是事物本身的美美 更是負責、政後負責的最大意義和精神 大中華新聞 中西梁中華 蔡鳳報道